民间工协国小部分校园空间有臂癌及粉穴掉落清新 恐影响学生就学环境及身体健康 保稿义工行上团获悉后 日前特地到工协国小进行臂癌清除及修缮工作 为期两个工作天 学校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因为有他们的大爱 让学生们有更好的求学环境 工协国小部分校园建筑 如最近出现臂癌及油漆剥落的情况 保稿义工行善团志工 在这道学校有此行行之后 由行善团理事长黄光峰代理 世事人的志工团队 于日前来到学校进行清除臂癌及重新油漆的工作 大概有40多名的志工来 然后因为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臂癌的部分 就是做防罪处理 先做底漆然后再做面漆 就是因为小朋友的健康这一块 我们非常的注重 所以就是我们接到的消息之后 我们就把它做处理 学校建筑包括工学馆及茶医教室 云礼堂等等 内卫墙都出现臂癌 粉尘血纷纷掉落 校长吴雪华感谢保岛义工行善团的大爱 避免孩子在过度潮湿 掌眉君的教室里学习 很高兴我们包到行善团又再次祭祀月底 又再次来到我们工学国小进行修缮的工程 进行的是我们茶医教室 以及礼堂碧癌的修缮工程 透过他们的协助 我们即将有一个更干净更舒适 然后避免孩子再过度潮湿 以及可能有 校园里可看到医工们认真的在清除臂癌 及剥落的油漆血 辛苦的背影 议员陈翰丽也相当肯定 医工们的无私奉献 希望学生能有更好的求学环境 进而维护学生的身体健康 很感谢他们 因为这是第二次来的 尤其是他们今年暑假 可能还会再来一次 把我们整个工学国小的这些油漆 把它完全做好 那也感谢许多的这些善心人士 这个油漆上面的捐赠 工学国小校园先后接受 宝岛义工行善团的协助 先是补饼入面 然后是清除教室臂癌 相信借由义工团的大岸精神 社会会更加温暖 也给学生们更健康的就学环境 据者上千福明天采访报导